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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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可能跟修行上比较有一点近 我们今天讲的纯是教理啦 我们的题目可以看的 您可以看得到是58教 要谈天台的58教 那就是要谈天台的叛教 所以这里的 既然谈叛教啊 那当然它就等于比较是理论上的 那可是就一个学佛者来讲 一个整个佛教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样 也不得不 我们也不能不去了解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叛教的发生 叛教的目的就是说去了解一部经典的价值在哪里 每一部有经典有每一部经典的价值 那透过祖师大德的叛教我们才得以去了解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在谈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谈了58教 这等于就是在了解整个佛教的经典的一个 它的经典价值 每一部经典有它的价值在 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呢都了解一下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五十是 我们的主题是五十八教 那五十是智者大师 法佛教的经典做一个全体性的组织 那因为世尊一代的说法 它是依教法的形式方法 还有顺序内容意义等 去加以分类的 那这么庞大的教法体系 没有把它做一个有系统的分类 我们无从了解 所以就把它分类成 一的前面我们所说的这样去做分类 那分类成什么样呢 就把它分类成所谓的 华元阿韩方等波乐 还有法华捏盘的这五十的说法 那这个部分就叫做五十的说法 所以大家出家久了应该都可以有听到 五十说法五十说法 那这个是针对说法的时间去把佛陀的说法判为五十 那八教当然就是智者大师把 基于他自己在实践 那个法华经的精髓 政府的空甲中的三观的这种基本范畴 它作为它的一个骨架 把佛教的诸经教还有思想 就试着每一个众生的根基 适应众生的能力 然后去做了一种说法的内容来分 那就说法的内容来分 就有帐篷别人的试教 那这试教就叫做画法试教 那这个是指说就教法的内容来说 就教导众生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 只能说从内容去说 还要配合方法跟形式 所以还会有仪式 就像我们现在法会 不能只是说强调法会怎么样 这一步送这一步经有什么功德 我们还有仪式 仪式叫什么 举办法会 这个法会就是那个仪式 那一样说法的部分也是有形式仪式 那就依了这个形式仪式 就分为见顿避命不定的试教 那这个试教就叫做画语试教 那把画法试教跟画语试教 和称起来就叫做八教 所以五十八教就是这样而来的 那可能对一个初学者来讲 应该我们大家在座的 这里的诸位法师都已经也出家蛮久了 应该不会再有犯这种错 我记得我刚还没出家的时候 我那时候刚学佛我就去听 有一个居士在讲课 我就先去听 他就讲到叛教 可是那时候他讲到五十八教 我那时候一听啊 你知道我听啊 佛教有五十八教 不是五十八教 那时候后来接触天台才知道 原来那时候那个居士讲的叫五十八教 可能是口音啊什么我会听 啊佛教有这么广 有五十八教 哦那很广 所以就是说五十 其实差不多了 两个翻译一样啊 五十八教 后来自己学佛 又自己钻研天台 原来那时候我们听啊 就是出学 那时候刚学佛 还没出家 就听到原来是这个 现在懂了 五十八教是天台的叛教 好 那我们了解 我们把主题稍微先讲了一下以后 我们先来看看一下教叛的由来 既然来讲教叛 都了解一下教叛的由来 教叛了解一下就是 所谓的教叛 从字面向来解释 就是教相叛事嘛 那因为佛陀 換句话说佛陀把教化众生的 语言文字啊 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经典的文文字字 那个叫做教 那每一 判别他说法的次第 这个就叫做相 所以每一部经 有一个他的教 那也有他的法相是什么 那判 当然是判别 就是换句话说 把世尊一代所说的教法 内容啊 还有他的 法相的差别啊 种种这个 做一个判事 那让我们去了解 那个就叫做教相叛事 那至于教判成立的原因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三藏十二部经 真的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常用一句 悍牛冲动 来形容佛法的经典 那法门也一样啊 广大无边 所以我们就说 它好如淹海 那针对不同的根基来说 我们的根性又是千差万别 所以没有办法 一部经就来教化全部的人 每一部经在说法的过程中 常常因为时间阴眼地点的不同 还有每一个人的根基的差别 一定 所以每一部说法的内容 不一定会平等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教相 才会因而这样的成立 那假如从佛陀发导众生的仪式来说 我们刚刚有说的 那佛陀就是把 我们就 教叛就是把佛陀一代所说的经典 做价值判断的同时 我们刚刚有强调了 它是一个价值的部分 价值判断的同时 它也是在阐明 世尊一代说法的组织 把经典做一个组织 起来 组织论 把优维深奥的佛理 做一个有系统的归纳跟分类 让经典能够体系化 这个就是属于教的部分 那另一方面 从说法的内容 还有化导的技巧来观察的时候 当然就是属于 世尊这一代 它如何教化众生的方法论 化导就要说它就是教化众生的方法跟技巧 所以它就是方法论也是教育论 所以就 另一方面来讲 这样就是 它如何把君雅浩漢的法门 依着我们众生的根器 我们用优劣 顿啊利啊这样子 给予次第前身的这种分类 那这个目的是什么 会把它做这样分类呢 就是让我们去方便 我们每一个人的行持还有抉择 所以才有所谓教叛这样才来产生 那如来 我们就来看探讨一下 如来说法的目的 当然是要让众生都能入佛之见嘛 法华经所说的 看事物入佛的之见 它当然是目的就是入佛之见 那 那 世尊面对以后佛陀的教法 因为信奉者 传词者 还有研究者的不同 那当然对教法的观察 论识 还有了解 当然就不同啊 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 不同的背景根基 所以去了解佛法当然不同 宣说出来就不同 也就不同 所以我们想 准确的去把握经典的实质内容 还有语理 并去分别它经典里面的什么 邪正善恶这样子的话 是对一般初学者来讲 是很困难的事 那同时可能也会发觉说 同样是世尊所说的经典 可是你会发觉 内容可能是互相矛盾的也有 所以这个部分才会这样因应而生 所以如何让多样的教法 如何我们再了解 如何把多样性的教法 把它归于单纯性 那又要可以从单纯性的里面 去连贯多样性 那这样如何才 这样我们才能有办法 把庞杂的教法 依佛陀教育的精神 说法的形式 还有方法 目的 因缘 顺序 还有它的意志等 才有办法依经典的性质 把它做一个很有系统的分类组织 还有判定它的价值地位 这样才有可能去 我们也才比较去方便了解 一部经的经子在哪里 这个原因 所以教盼 就这样 应运而生了 那 智者大师当然是承袭的 凌山的青城 自己又有大树庙物 大树庙物就是实践法法经 证悟的法法三昧嘛 所以他等于 所以也因为这样 他才有东途的小世家支撑 然后把如来一代所说的教法 他就判成 有条不定的就把它判成五十八教 这样的一个大纲顺序 这样来说 换句话说 我们把如来所说的这样一代的教法 来说明的时候 他就时间上来说 就称为五十 那就教法的方面来讲 就称为八教 那 等于说 如来一代所说的法 针对 为了要应激施教 也要适应众生的根基能力 所以他就五十八教 无非其实就是一种应病语样 所以在时间上我们去了解的时候 是有先后 就五十来讲叫做先 时间上有先后 那就八教来讲 他就是有全时嘛 有全教跟实教 其实整个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 并没有这样做这么详细的发分 他是大小圣 其实佛教传进来了以后 他是大小圣并存 你可以看到很多经典 他是杂乱武章的 可能一时 同时这样传进来 那传进来的时候 也没有做一个归类 所以每一个 有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教理内容 可能互相矛盾的经典 可能就当 在那个时候 就同时分存病例都有可能 那后来是因为经过经典的编辑 那个火法缝传过来后 经典的翻译 那后来也祖师大德这样编辑 我们才有把它 所以 等它这样编辑 你看后来 我们才有把它分类 所以 假如各位 你们有去阅读大藏经的话 你才可以看得到 大藏经里面 它就分类了景栏有序 阿含部 方等部 波勒部 就这样 这个是透过 后面的 我们在编辑的过程 把它编辑出来的 其实佛陀在说法 并不是一开始 全部都说阿含经 也不是一开始 就真的 如经典所说的 它就 就全部是说 波勒经 真的说22年 不是 它就等于 我们就了解一下 它真的是随姬 应居施教 只要这里有众生什么度 那会这样编辑是因为 后面我们在 物语方便了解 就把同类性质 把它归类在一起 然后编辑起来 那这个是当然 方便我们去研读 也方便一些做研究者 这样去做 有系统的研究 这个是经典 这样产生出来了 好 那个叛教的由来 稍微了解一下 以后 我们先来了解 我们要进入 我们的第一主题 就是五十叛教 那五十叛教 我们从它的叛教过程来讲 有分别五十 还有通五十 所以我们要先来了解 别五十 那佛陀说法 一共有五十年 有的说四十九年 有的说五十年 那当然它是应激说法 所以它的次第 依它的次第順序 祖师大德就把它分成五个时期 就称为五十 那五十怎么去判 法华玄义有说 夫五位办满 论别 别有其限 论通 通于情后 这句话的 那个法华玄义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五十里面 一代的说法里面 它以五位来判 那这五位里面 有通 还有别的不同 那 别有其限的意思就是 就别五十来讲 它有它的分线 各不相干的 那叫做别有其限 通于前后的意思就是指说 就通五十来讲 它是通于前后 一不经 内容不见得它就局限在那里 它是通前的通后 通于前后的 所以这个是指说 判五十的时候 为什么会判别五十通五十的典故 是依据这一个来的 那我们 先要来讲 所谓的别五十 别五十是指 一开始 我们照顺序来讲就是 法研史 那法研史当然是 大家很了解 一问大家知道 法研史就是说法研经 有七处八会 有两种 一种七处八会 一种七处九会 六十亿跟八十亿的这种不同 那法研经 其实大家我们了解 世尊在菩提树下 称等正觉的时候 世尊自己所证悟的 叫做一真法界的 元敦庙里 那世尊那时候 没考虑到众生的根基 所以就直接为 那时候 慧奏的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就直接说这种自内症的大法 那自内症的大法 当然就是 等于世尊就直接讲他正佛地的情形 那这种大法子有谁听得懂啊 当然是根基比较立的人听得懂啊 在座不可能全部都根基立根的 一定有生文也有二圣啊 有生文也有圆绝的 这些比较顿根的小圣行者 二圣行者啊 对他们来讲 因为这个法太深了 太深奥 他们当然听不懂 所以当然就有 虽然清临了这个法席 来这边听闻这种法的饗宴 可是呢 他也无从去体会到法的滋味 因为 没办法理解说 你们常常会有听到的 华言座上的形容就是 有耳不闻圆遁教 有耳不闻圆遁教 有耳不见圣那生 没有办法 所以这种大圣圆遁法门 只有根基比较立的 才能遁操直入 换句话说 华言史的说法 谁获得法义 只有菩萨 就像我们在讲课一样 比如讲的这堂课比较深 那在座可能闻到的 比较能够 比如说我讲出来以后 各位局域反山的 可能就是那些 同样也是程度比较好的 可能他可以得意 可是程度比较差的 一样也是听不懂 这堂课在说什么 我怎么全部都听不懂 一样的道理 华言经其实也是这样 就跟我们现实生活的 我们在讲课也一样 那佛陀就警觉到 哇 这样不行 所以才开始才有所谓的阿含石的 到鹿烟去游历十六国来说法 那当然鹿烟石的说法 是为了教化那些 比较顿根的众生 没有办法在华言时 体德华裔的 那佛陀就利用方便善巧 专门说小圣去游化 鹿烟的十六国 然后慢慢来教化这些小圣的根基 当然阿含石有两个名称 有人说阿含石 有人说鹿烟石 都可以阿含石是旧经典来称 鹿烟石是说 鹿烟石是说 他那时候油花的地方都是在鹿烟鱼 所以就讲鹿烟石 那因为华言会上 的那些大圣的根基者 上圣根基者得到法益了 可是这些小圣的根基者 根本没办法得到法益 所以佛陀这个时候 你不得不善巧方便 就引大献小 那为死施权 来为这吴比丘 就先到鹿野园去渡化 吴比丘说什么 是第十二因元六度 那这样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就叫做阿含石的说法 那大家各位也知道 阿含石所说的法就是 是阿含 那换句话说 他只是专谈小圣的教法 希望这些小圣的根基 能够听闻佛法以后 能够由小 转小 入大 能够转小入大 也能够正得格凡成圣 这个是指说佛陀当处持的 说法的一种基源 那阿含石讲完以后 就到方等时 方等时从字面内来讲 方就是四方嘛 等就是平等均等 换句话说 方等时的时候就是广受大圣经典 广受大圣的一切经典 那 目的是什么呢 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得到教化 换句话说 这里就是利盾广批了 都能教化 所以 换句话说在方等时的时候 佛陀就平等的来宣导 大圣 真实平等的庙里 我们在讲 真地跟俗地 我们常常会 一定它是有差别性的 可是在方等时的时候 佛陀就强调 真地跟俗地两个是不二的 所以在方等时就广宣这样的庙里 那方等说法的目的 当然是因为入院时的有一些小圣的修行者 他们只能够赠得阿罗汉的救 他们就以为赠得阿罗汉就是究竟的 果位了 那 根本没办法了解世尊的本怀 所以世尊才又在方等时的时候来说 说这种方等经 那方等经就属于大圣经 那这里当然它的经典就包括得很广 像我们熟悉的什么 唯某结经 诗意经 诗意经就是诗意犯天所问经 诗意犯天所问经 还有什么解身秘经 金光明经 什么所嫩言三昧经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方等时的 大部分 你只要大众障里面 阿罗汉 跟本原部的有些部分 它是属于小生的以后 那波罗布的是波罗石的 法华捏盘的是 有法华布跟法原布捏盘布的 这个是法原捏盘石的 其他后面的你看那个大吉布的 大政障里面大吉布的那些经典 都可以说是方等时的 大吉布 大吉布里面的经典 几乎都是可以说把它归类成它是方等时的经典 比较广义来讲 是这样 这样大家都比较容易了解 那方等时当然他的说法就 世教广批了 大小两圣对谈 目的 但他的目的 世教广批的目的 其实他目的还是要在宣讨大圣法门 让小圣经者 等于策立这些小圣经者 我们刚刚讲的 能够希望它能够转小向大 也不要只以阿罗汉的政果为满足 那这个就是说 为了要适应大圣根基 所以维某 他这个时候在方等会上就 利用什么呢 维某居士跟那个文师 苏利普还有那些几位法圣大圣 互相惆怅 来谈偏赐小 探大保援 所以我们还要持小木大 希望这些小圣经者能够回向大圣 那个就是方等时的说法 换句话说 假如就画法是叫的 藏通别 就属于偏教 原教才是原隆的教法 所以原教等于是原隆并存 那为了引导这些小圣 所以我们才会把它称为 换句话说 这里的部分就是 障通别人世教广批 那我们就把它称为方等时 就像我们在 教化众生的过程中也一样 我们会尽量说 不是只有教化 根基比较这个 其实只要是 尤其音响学 我们就要用平等生去教 只是教法 只是说 教化立根的人 当然可能比较省事 很快 一点它就通了 一点就通 就像我们现在在 用电脑一样 那个什么 滑鼠一点 都跑出来了 可是教化到 顿根的动生 当然可能你要 一说二说三说四说 但是 我们总是不能放弃说 因为这样子就有分别心了 所以方等时的目的 当然就是这样 它所以才会有四教广批 大小 以今天来讲 方等时的说法就是 大小通吃 就是要大小通吃 不要有遗漏之机 那就是方等时的说法 那波勒石的说法 当然它就是 波勒布的经典全部属于波勒石 那波勒石当然是一经体立明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方 举办八观摘戒 即礼拜慈悲三昧水灿 小蒙山继为49天内 往生者朴佛回向 功勤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3月27日星期日上午9点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静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医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慈悲置业 宜蘭大飞观音道场 举办清明孝亲报恩 于且宴口超度法会 恭请惠泰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3月30日星期三 时间上午9点 恭送金刚经 下午2点 于且宴口超度法会 地点宜蘭大飞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 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飞观音道场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至于它里面说法的内容 它是波勒石既然叫做波勒石 它就法务法师家来讲是属于别教 所以它就夹带了通教 还有夹带了通别两教 来说原教为主要的内容 那波勒石的说法的目的 它主要是要用波勒的空意 去荡除二圣的情职 这是第一个目的 那第二个目的 它要浅荡大小两圣的格职 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 其实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情势作用 会比较强 众生啊 意识作用 意识就是情势作用 会比较强 会比较强 所以不管怎么样 那执着心都一定会有 尤其像到波勒的这个时候 所以佛陀就用波勒空意 要荡除那些二圣的情职 要先扫除那些二圣的情职 然后还有呢 因为他的情职 所有的有执着 当然就是大小两个就是分得很清楚 不能圆隆了 所以叫做格力 所以就不能圆隆 那这样就是要把这种大小两圣的这种 情职 这种格力啊 要把它遣当 要遣除 所以 才会有所谓的波勒食的说法 那因为小圣行人 曾经过方等的谈刺 谈偏刺小 所以他们已经 此小目大了 已经要向往大圣了 但是呢 就是一个情职未宵 人一样啊 比如像你们住在一个地方住久了 我们的情职 其实就是这样 我这个地方住久了 然后这个地方跟你说 不要住了 哪里有地方让你去 所以我告诉你 大部分住久的 尤其一个到年纪一个到更大的 他住久了 不要 他就是喜欢他的老窝 那个其实就是情职 一样的办法道理啊 那个就叫做情职 那佛法也一样啊 二圣行者到 这个波勒空欲目的就是 要当处你的情职 你就是不能执着在那里 一样的道理 所以他就不能再执着 这个是大法 这个是小法 就不执着 就不要浅当他们这种情职以后 这样才能 情职消除了以后 才能大小两圣的法门去融通 那也才有办法去勇于承担 普通喔 就佛法来讲 大圣行者 他比较有勇于承担的勇气 那小圣行者 大部分他不大愿意去承担 就现实生活中来讲 其实也一样啊 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人 他比较勇于承担 可是有一些人 他比较 哎呦 我今天过得去就好了啦 不要啊 所以有赋以重任给他的时候 不要啊 那个是你们能力强的人做的 我没有那个能力 那就是小圣行者 不敢去勇于承担 其实这个波勒子说法就是这样啊 他就是有一些小圣行者 老是说 哎呦 那种波勒空啊 我没办法啊 那个是菩萨的境界 我不敢承担 一样啊 所以佛陀就是说 他既然有这种情子 他当然就没有心 向求那种净土的心啊 耗耀佛法的心 耗耀佛法的心就产生不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佛陀就用波勒的淘汰 把淘汰 淘汰这些二圣有情子的人 这样就把你淘汰 淘汰你们的 遣除你的情子 是指这个 所以这个是波勒子的说法 目的是什么 那波勒子的说法有一个特色 就是佛陀用 那个二圣行者来说法的 不是佛陀亲说 就经典来 是佛陀 令那个摄利佛啊 还有那个 波勒是那个谁 虚不提 所以否他们那几个上 那个大弟子啊 他们来说法 来 他们为谁说法 是佛陀 赐令二圣行者 来为菩萨说法的 所以波勒子的说法 我们要叫做 转教菩萨 他是 转不是佛陀 所以说是透过二圣行者 转转来教化那些菩萨 那目的是什么呢 希望二圣行者 最后也能去向中道 他就说佛陀这个时候 是赋予二圣行者一个责任 有啊 你们的师长可能也会 一个执事给你 你也没能力 没关系啊 你就磨练啦 就是这样说 你刚出家被救 还没有能力 说不定当家的重担就交给你了 你可能也做不来 不行啊 我不行啊 可是师长就说 没关系你去磨练 其实就类似像这样 你刚出家还上二圣行者 可是师长就给你一个 当家的责任给你了 其实那就是菩萨 所以就是要希望你能够 将来也能做菩萨 那他透过这样去磨练你 是指这一个 所以说转教菩萨是透过 佛陀也是这个时候 给二圣行者一种责任 然后让他去透过这样来说法 去转教菩萨 这个是指 波勒时的说法 那第五识当然是指法华捏盘时 那法华捏盘时 你从经典来看 就知道他是讲法华经 还有捏盘经的 只是 那个这两部经的经名来 当然也是依这两部经的经名来立名 那因为波勒说法之后 众生的根基成熟了 情子也消除了以后 可以圆盾的一圣大法 所以这个时候佛陀就开全全实 来畅涵如来出世的本怀 那如来出世的本怀是什么呢 就是佛华经里面所说的 开示误入佛的知见 目的是做什么 要让那些娇雅拜种的二圣行者 就帮他们授记作佛 希望他们将来都能成佛 所以佛陀就在想法华经 那也为了末代顿根的行者 用最后一天一夜来收内盘经 目的来收拾一些群姬 所以一方面收拾群姬 一方面就谈佛性常住 目的才让我们众生不要因为说 所有佛性常住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那佛性也 你自己本身就有佛性存在 你不去修行 永远不能彰显你的佛性 而这个佛性的彰显 并不分大盾根力根 每一个人都有 都很平等 其实都很平等 你也有我也有 只是谁的用功比较 我们可以说两个什么 一个是谁比较肯用功 一个是内心的那个执着 谁比较容易去转化 就修行上来讲 就这么简单 简单一点 人家常常主持 禅宗常会讲 放下吧 放下吧 你能够体悟到这一点 其实你就能去 早一点去发掘自己的佛性 就关键两个一个 一个是谁肯努力 一个是谁比较肯放下 那个执着 那从这里听起来就是 我们周有佛性啊 为什么不能正德 因为我们执着太深了 要不要啊 现在可能啊 很多 出家嘛 出了家了 可能出了越久 还越执着 有的还是会执着呢 要出门 我以前有认识一位 要出门还得先翻翻农民旅 真的啊 比如像 我就记得 像我自己身体不好 有时候真的要去建手术房啊 我就记得 我要去医院 要去手术 医生说 现在农历去医院了 你要手术吗 没关系 我就说 你不会计胃 不会啊 只要医生你时间许可 我也可以 OK 你安排什么时候 我们就马上处理 可是有的真的会执着哦 尤其 我也不晓得 我们有法师 可能也是会执着 现在企业不行 可是你们一脱 本来是小病人 要脱得变大病 这个其实是什么 执着 所以从这个就去反映说 执着要如何去破 从自己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破 怎么去破 这种小事情 就可以看出来 你执不执着 连这种事情 你都执着的时候 你那个法子更难破 所以这个是指说 正果 修行其实要往生西方 也每一个人都有份 真正的 哪一天真的佛陀 视线来说 要接引你生西方了 我就不晓得 你会不会跟他说 好我跟你去 还是你会跟他说 等一下我还有什么事没办 真的 这个就是说 你有沒有那种 当下就放下勇气 时间到了 要接你走了 你会不会马上走 就走 还是真的 我说 等一下我还有什么事没办 你再等我几天 还讨掉放假了 好 这个是指说 说法的过程 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那一盘说 我们在讲说 法华经的说法目的 是为了要开全弦时 会三归一 那法华会上 当然是开弦 那我们也知道 前面40的说法是 从这样50了解下来以后 前面40的说法 是一种全巧的假施舍的说法 所以它整个是一种 只是方便教而已 那到法华经才是显真实教 所以前面40虽然 在方等时那里 虽然也有说原教 方等时有说原教 法言时也有说到原教 可是呢 那种都有兼 寒代的藏通别的三教在里面 不是纯原教 所以既然有寒代 那等于是对代法 不是相代法 不是绝代法 它等于是对代法 对代法就是相代法 不是绝代法 那只有到法华的 存原独妙的一圣实教的时候 那个才是绝代法 这个是指法华 所以法华经 我们常会聊一聊 法华经的整个要点 要强调的是 会三圣的全教 归一圣的实教 真实教 所以方便品里面才有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 会有方便法 可是真的到 一个究竟的部分 你真的该舍就是要舍 就像刚刚讲的 其实我们这一生的过程 都方便到 到真正要往生那一刻才叫做 无上 你能不能舍 这个方便去向那个无上道 往生那一刻才是无上道 能够像这样 正直舍方便 我很傻脱的舍 当下就舍 以前有一首歌 灰灰衣袖 很傻脱 有时候讲 我们也是要学灰灰衣袖 然后菩萨伴我行 而不是千里女独行 菩萨伴你行 我菩萨伴你行 是这样 所以说 这个关键是这样 政治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很简单 我们一生都是方便到 到最后的究竟到 我们要不要跨上去 关键就在这里 所以这是指法华经的说法 要强调的其实就在这里 告诉你 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那涅槃经的说法目的 有两个 有两个目的 一个当然就是要 俊实法华化育的时候 根基还没成熟的一些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漏网之鱼 所以要把它全部再 再把它收拾回来 把它再社规回来 那这是第一个目的 那第二个目的就是 末大还有很多顿根的行者 帮他们 他们以为佛陀往生了 入昧了 就没办法成佛 所以就来跟他们说 佛性常住 还有要扶持戒律 所以是指这样 扶持戒律来谈佛性常住 那因为佛陀入昧以后 他也强调我们生团 我们出家中要依 波罗体木叉来安住 所以当然要奉养戒律 戒律升 当然佛法就升 所以只这样 所以这有这样的 涅槃说法 才会有这两个目的 那涅槃 这里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 涅槃说法 我们有谈到 涅槃说法有两个 假如你去了解天台以后 它有所谓的追缩释教 跟追敏释教 追缩释教是指说 法法会上有一些遗漏的根基者 那没办法去清闻 法法的原遁妙子 所以就为了要收拾 这些没办法以会的这些人 当然也要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 归以一佛圣 所以这时候就 为这些人追缩释教 追缩释教的意思就是 再一次说 葬同别人释教 那所谓追缩释教 民当然就泯灭 去除 那追缩释教所说的 这当然是说 随所说的这种 目的要做什么 追缩释教就是要去开除 二圣行者 就是小圣行者那种 全巧方便了 所以叫做追缩 就我们刚前文所说的 我们一生 走到月晚年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去捨那个方便 还是我要到月晚年的时候 越执着 就在这里 那所以追缩的目的就是 就是要去开除这些 全巧的方便 那 换句话说 所以才叫做追缩释教 那追缩释教是释权 方便 追缩是方便 所以 追缩是显食 显食就是你要去除方便 那 所以说 追缩释教是畏食施权 那追缩释教 就叫做废权历食 换句话说 佛陀在 涅槃食的时候 从施教法 就是希望所有根基 都能够去入一佛圣 是这样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追缩 还有追缩的教法 那至于他们两经有什么共同点 我们这里有稍微提了一下 一个是他们的 那个 在意义上的 共同点 就是说 在追缩释教 追缩释教上来讲 有自常跟不自常的这种差别 涅槃食的追缩释教的话 它会融通 亏入常证佛性 所以 它是前面释教都不自常 所以不自常就是不自到佛性常住 那方等时 方等时的释教 就是 障通别人是属于皆内教 那皆内教当然 没有办法 所以是非生魅术做理想 就没办法 界内教的众生 没办法诸佛 知道佛性常住 那别教是一开始不自常 后面可以自常 那原教是初后拒自常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不同 世教里面有自常跟不自常 追缩跟追缩有这样一个不同 那 还有一个就是方等时 是对了半 半藏教的半自教 来说通别圆的满自教 所以 那涅槃呢 是藏通别的三教 是两个不同 涅槃呢 是藏通别的三教是全法 那法法的圆教是一十法 所以它目的就是要祝贤 法法的一十圆教 那这个部分就属于说别五十的部分 那别五十的部分就是等于它时间上有这样的次第隔离 可是通五十的部分就等于前后相通了 所以我们第二个小单位我们来谈通五十 通五十就是前后相通了 它不限于某一部经 某一部论 反正也不限于说如来说法的一个时间长所次第 它完全是随顺众生的根基 还有根性来判的 所以呢 这里来射手 所以翻整十 简单来说通五十里面的说法 它是随顺众生的根基 处处散说 然后随处教化色化众生 那个是通五十的部分 那换句话说每一座说法 每一座的说法里面一定有大根 有大圣行者有小圣行者 所以说在归类这些经典的时候 我们也不可以去居里连线 这样子一局执着这个连线的时候 我们就没办法去融合经典的内容 所以绝对没办法说 这里通五十就 我们没办法去居止说 哦 华元十就是最开始的说法 其实华元十里面 我们刚刚有讲 就通五十来讲 我们简单来讲 就通五十来讲 华元里面也有小圣根基 二圣行者不是如笼若文吗 那个就叫做通里面 那个叫做别里面有通 就别来讲华元十是指教化大圣菩萨 可是就通五十来讲 它里面也有小圣根基在 这个是指教华元十的部分 那阿罕十也一样 阿罕十虽然是说小圣 可是呢 虽然在讲阿罕十 在教化小圣行者 刚好会说有大圣菩萨在的时候 他不可能就放弃这些大圣菩萨 一定说 会跟他们讲说 你等一等 你等到我讲法法涅槃的时候 你再来听 不可能嘛 一定要当当识就去教化射受他们 所以这个叫做佛陀收法的元朗无外 在每一部经里面阿罕十里面也有 大圣法的内容是指这一个 比如说小圣经难道没有大圣法 有吗 你假如我们阅读经典 常常佛啊 早期在佛弟子要出家的时候 就善来比丘有没有 头发就虚自弱 其实你就佛法的那种大一内容来讲 其实那个就是通五十的 等于他当下已经证悟到 那个法性的庙里 所以他才会有那个头发自弱 加沙屁身 是指这种 那有时候刚开始不懂头发 你会觉得 在看佛法好像在看神话 其实是确实没有错啦 因为在那个印度 他们习惯用于那个什么 比如在编曲经典的时候 他们比较习惯导入一些神话式的 印度是这样 所以你看那个经典里面 常常你会看到有很多 就是这样有神话式的 尤其像佛华经里面 更多的 就更可以表现他的神话性 这是指说阿罕史里面也有通五十 也有这种大圣根基在 我总不能大圣根基来的 我不教化他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叫做通五十 那只是说一别的话 我们开始有 经过华元的宁仪阿罕的佑淫 还有方等的唐赫 波罗淘汰 最后是法法的开会 那是有这样的一个部分 一他的次第是有这样的部分 可是就有这样的过程 那这样的过程 每一部经都有他的通五十的内容在 所以五十的只要目的 就是要强调他不限年业 不依次第 也不一定在华元史的部分 就直接只是说大圣教 那阿罕史就一定 全部只是说小圣教 也不是 所以明了的这种大圣的 那种经典的里面内容是 大圣教里面其实也有修小生活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法法经各位在阅读法法经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前面的那十四品 读起来好像跟你现实生活很相应 其实法法经一开始是针对二圣行者说法 你会不会发觉 法法经是强调一时圣的 他应该是直大部 可是通半部 他是讲强调如来本地的 你会觉得本眠的部分 你会觉得他怎么那么深啊 你好像不能去体会 所以一部经里面其实就是有这样 大圣经里面他也有 就通五十来讲 法法经虽然是讲一佛圣 有种原始庙里 可是他也含有啊 所以要开始说 世尊要一开始说 让我们开示 误入佛之间的大法的时候 五千人才会退席啊 那个就是二圣啊 那就已会 所以其实每一部经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是指说通五十的一个部分 那总的说 法元史里面有大鸡有小鸡 阿含史里面有小鸡 虽然以小鸡为主也有大鸡 那方等十 虽然是有 就世教并存了 四种根基都有 那波罗时当然是 只针对菩萨来说了 目的要做 希望我们能隔除情子 所以就其实这个五十节 我们修行上来讲 也很像我们生活上 一个赤地一个赤地下来 你刚接触佛法 佛法很好 法元史 可是一学下来 好像我听不懂 慢慢来的阿含史 诶不不不不 懂了比较多了 阿方等十 那方等十 你了解了很多的抑礼 最后你要去路 总是那一关 就没办法突破 波罗时 你要去当掉你的情子 你那个情子不破 你怎么证物佛法咧 所以喔 波罗时就要去当那个情子 當情子当掉以后 最后的 法法捏盤石 我们去路遇佛盛 呢 去路无上道 就我們學淨土人來講,我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 去西方極樂世界了 就是這樣啊,其實五十的說法 它是以這樣的形式來劃分 就我們時間上來講 你每一個人在修學的出地 其實有這樣的次地 那重點我們知道 別五十說五十這樣 所以說為什麼在整個這個過程 就告訴你 世尊說法一直強調 要我們去正播的空觀 目的是在哪裡啊 要盪我們的情質啊 我們其實這個紙真的很難放喔 尤其我發覺 你設立越深,你擁有越多越難放 所以有生之年不要讓自己擁有太多 方便就好 出門,有時候要出門簡簡單不要擁有太多 太多的時候到臨終越難捨 我真的是很痛苦 我在網路先進的時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衝擊 不少人會分享與寵物互動的影片 這天我也登上了網路 即將表演的是一場衛食秀 而我即將成為飼料 被一隻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歷史 是我最後的記憶 透過大師傅的建議 我來到了天堂 這裡有許許許多多不同遭遇的同拜 因為這裡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過得很開心 而且這裡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屬於我們的天堂喔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會南投峰會成真義工 恰循電話049-2315-999 049-2315-999 地點南投縣草豚鎮鎮鎮街70號 大家好 我是鄧小芳 今年83歲已經之後第三個 COVID-19 疫苗 怕疫苗進行就要吃到百分 睡到百分 如果想說自己身體狀況是真正上 中部都要有家人 去吃照顧的人去背叛他 怕疫苗所在會有醫生給你拚過 所以如果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請到醫生 請問一下 不然醫療達到現場的 醫生效果15分鐘以上 感覺說自己身體沒有鬆快 就能回家的效果 回家後 要特別注意自己身體狀況 會效果及淋水 可是如果感覺身體不鬆快 就像我發燒 我超過四十八點鐘的時候 感覺像我這樣 穿幾十八點會癢 會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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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全身的起床 我們乎乎乎叫家人 帶來叫醫生看 我是鄧小芳請你跟我一樣 請他們閉起來 來去煮疫苗 提升保護力 回家 尖叫阿啟 對阿啟 你喜歡 排家 對阿啟 在酒 阿啟 你欸 阿啟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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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